各位副主席民主長 其实我今天是非常难过 我真的不想发言 因为我跟国民党感情很深 我的血液就是留在国民党的血液 我的每一块肉都是国民党 国民党旗号的中常会 中常委讲到哽咽失声 520党内选举后 新任和现任党主席 为了谁握有中央委员提名权 以及选举时辰 瞧不定 加上上周中常会临时停开 挺无的中常委这次有备而来 共26人提案依党章 将7月8号中央委员选举 7月29号中常委选举 延至820全代会后举行 中常会一开始 多位常委对着红袖柱轮流开炮 黄主席 你可不可以学习一下过去前起任的党主席 在交接的一个大功无事的一个精神 中常会通过的公告的时程 清楚明白的写名是由新当选的党主席 公布提名名单 那为什么党中央或是议事人员 没有要随意地去做一个更改 而且没有经过中常会 更改也没有经过中常会的通过 红袖柱一开会时就宣布 因为中常委所提的临时动议 赶不上本周议程 要延到下周处理 挺无中常委不满 和党中央代表互相 人民团体法的选举法说 人民团体之理监事 也就是我们的中常委 应于任期届满前 一个月内办理改选 所以我个人是奉劝 主席真的以大局为重 不要再厉奔群雄 把你这个本事 在2018来跟民进党选 外界原本期盼洪秀柱 亲自出面说清楚 想不到洪秀柱轻描淡写 没有回应中常委的 一连串呛响虾 火速宣布散会 本案同意 以提案原则 送请相关单位 和提案人 共同详加研议后 于6月14日 第166次中常会确定通过 洪秀柱的说法 一度让挺无派以为获胜 但洪秀柱会后又转说 通过与否要等下周决定 根据党章规范 6月14号前就要完成 新任中央委员候选人的 提名作业 洪秀柱已拖待遍 话不说死 保留和吴敦义协商的本钱 党内风暴一时 还是难以划下句点 好 上飞 来自然而言